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阿雪 你有没有想过中文字究竟有多少个 没有 不过让我猜一下 一晚? 其实根据研究显示 原来是差不多接近有十万个字 那这十万个字里面 你觉得你日常里面用得最多的是哪一个字? 咦? 又是好问题 我都没有想过 会不会就是个我字呢? 都有这样的可能 因为我们经常说 我觉得 我想这样 我怎样 不如今天讲一个关于我和石头的故事 以前有一班小朋友一起读书 但他们经常吵架 有一天老师就跟他们说 小朋友 不如今天我和你们玩一个游戏 在你们的同班同学之中 有没有哪一个你是很讨厌他 你很不喜欢他呢? 现在我每人派一个袋子给你们 如果有一天他们得罪了你 又或者令到你很不开心 你就在河边收拾一块石头 然后在石头上写下他的名字 然后再把这粒石头放入袋子里 这班小朋友初头都觉得游戏很好玩 不过过了一个星期之后 有小朋友就跟老师说 我的袋子已经装满了 那些石头都掉了出来 那我唯有将它们放在库袋子里 谁知又太重 连库袋都穿了 又有一个小朋友说 我走路上学要三十分钟 那些石头放到书包里 搞到书包很重 老师就笑一笑 那不如我们放下石头 不要常常记住别人做错些什么 那我们就没有石头要背着 有时候这个我 的确好像千斤重的石头 令到我们只是看到别人的不是 接着就会觉得 我好惨 我好辛苦 我好生气 我好生气 这个我 有时候更加会令人顾暴自风 为自己带来负担 我有一个朋友 他经营一间祖传的餐厅 不过他从来都不会带我们去第二处吃东西 因为他经常都说 我那些才最好吃 我那些煮法才最正宗 这个我字 令到他一点进步都没有 看不到现在外面的世界究竟是怎样的 到最后祖传了三代的餐厅 就敗在他手上了 放下我这个想法 就好像放下一粒又一粒的石头 南华真人庄子 就对于我又更加深入的说法 南华真经庄子里面 就讲述了姚帝想将天下 让给许游的故事 话说姚帝觉得许游非常有得行 于是就想将天下的统治权让给他 姚帝就跟许游说 蜡烛的光远远都求不上天上的太阳和月亮 而人担水灌溉永远都求不到雨露 先生你的得行就好比日月雨露 如果你肯统治天下的话 自然天下就会安定太平 请容许我将天下的统治权交给你 许游答他 姚帝你将天下治理得这么好 你要我来接替 我还可以再做些什么事呢 到时如果我没有为天下做任何的事 而得到世人的赞许 这样只是徒德虚名而已 许游觉得姚帝管理得天下很好 由他接管根本就毫无意义 如果只是为了虚名而去做一件事 根本只是为了我自己 庄子其实是想借着许游的说话 提出智人无己的思想 无己不单止是放下我 这个己还包括了功名、利禄、权势 无己不是说没有了自我 而是超越自我 争夺对于名利、权势等等的执着和束缚 这样做人才不用背负着大大小小的石头 可以轻轻松松、消炎自在 你刚才看过的是道教电视频道道通天地 如果你都喜欢我们的节目 认同我们宣扬道教思想和理念 希望你可以支持我们的营运开支 大家可以将善款以支票的形式寄到来逢迎仙管 支票背面著名是支持道通天地营运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一同共运带到道祖保佑